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吸气 慢慢地呼气 吸气 呼气 请保持一会儿这样的呼吸节奏 当你感觉越来越稳定的时候 把所有的注意力转移到内在的感觉上 让我们试着从内在放松你的四肢 先感受一下腿部的肌肉 让小腿的肌肉逐渐地放松 变得越来越松弛 紧接着是大腿 臀部 然后 试着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脊椎上 从尾椎开始 慢慢地沿着脊椎 一节一节地往上 试着感受 随着脊椎的放松 你的上半身也跟着放松下来 让注意力继续地往上 从内在感受到内在感受到内在感受你的颈部 它是那么完美地连接着身体和头部 去感受颈部放松的感觉 接着我们继续地往上 接着我们继续把注意力往上 感受你的下巴 脸部 头部 也正在慢慢地放松下来 去感受身体内部那种自然和平静 你正在安然地放松下来 现在 你是否愿意去欣赏和感谢你的身体 身体是我们的居所 是此生的家 他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不会背叛你 他会永远陪伴着你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能像他一样忠诚 而你 可能对身体很粗鲁 很苛刻 经常漠视他的存在 嫌弃他不够美 不够高 体重不够标准 今天 我们一起试着换一个角度去看待他 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去感受身体 去欣赏他 去感激他 因为他一直在陪伴着我们 陪伴着我们度过了成功与快乐 还有孤独与悲伤 他唯一拥有的 是你 他已经默默地为你做了很多的贡献 你的身体也许有很多的话想对你说 而你是否愿意承认之前对他的忽视 并且向他道歉 是自己平时没有好好地珍惜他 是自己没有好好地关心他 疼爱他 在道歉之后 你和身体就达成了和解 当他向你诉说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地去聆听 今天 我邀请你去好好地聆听身体的声音 去听一听他在向你表达些什么呢 我们的身体从出生开始一直都在工作 也许你从来没有试着去倾听身体的声音 有些人在疼痛的时候才能听到 有些人是在饿了的时候 有些人是在疲惫的时候 也许这些感受就是他独特的表达方式吧 现在你可以试着欣赏他 他是那样的忠诚 那样的独一无二 你们彼此之间是那样的熟悉 当你在欣赏他的时候 他是如何向你回应的呢 请你仔细地去聆听一下 当然 你也可以试着跟他对话 你可以试着告诉他 我相信你 我可爱的身体 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这次的难关 我是永远爱你的 当你在这样想的时候 当你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你的情绪是怎样的呢 你有没有感受到身体对你的回应呢 其实 他想要的 不过是与你何谐相处 现在 你可以试着去动动你的手指 或者移动一下你的手臂 他是那么的听话 不是吗 你的身体 愿意接受你的一切 而你是否愿意 把他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一样 去关心他 相信他 欣赏他呢 接下来 你可以继续听着音乐 对你的老朋友 也就是你的身体 表达你的欣赏和感恩 最后 带着这份对身体的欣赏 重新回到你的日常生活里 感谢观看 是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